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认识佛陀 一 佛陀是怎么来的? 成佛的因是什么? 一 在第一大阿三期节累积资粮最后成佛 好好学习 累积福德与智慧二资粮 三 在第三大阿三期节 主要是跟随七千位佛 也是学习佛法 累积福至资粮最终成佛 四 由此我们了解到 佛谷的获得并不容易 一 必定要经过许许多多资粮的累积 辛苦而得 二 佛在三大阿三期节中所累积的不智资粮 都是在菩提心摄持之下所累积的 这样所累积的这个善业 在未成佛前都不会晚尽 三 以菩提心为摄持 功德善根大幅相同 一 对佛教徒而言 生病时可能会为了病好 特别会去修一些法事 去做一些法行 诸如拜灿 放身 焉共实实等 这时候如果我们的动机 只是为了求病好的话 一旦病好了 那么所做的这个善业的果报 也就成熟结束了 二 当然最初动机是希望病好 但我们可以再对我们的动机做个调整 也就是把我们的动机 从单单求疾病 能够赶快痊愈 调整成为了一切有情的毅力 都能承办 因此 因此 我希望能够承办佛果位 为此 我做这些法行 希望疾病痊愈 三 由于有菩提心的奢侈 你现在所造的这个善业 不会在你病好之后就没有了 会一直延续到你成佛为之 四 因此 所有我们所造的善业 我们都应该回向 我们都应该祈求 回向 愿我们所造的善业 成为能够承办利益 一切有情的因 当我们内心一直朝这方面祈求回向 实际上 我们自己也会得到好处 五 再者 当我们在造善业的时候 我们所回向的对象是不分远亲 也就是希望 无论是我的敌人 还是我的亲友 都能够得到利益 六 我们应该这样想 希望那些不喜欢我的人 我的敌人 他们也能够快乐 虽然这样想 一开始心里会有点不太舒服 可是我们还是要这样去想 比如说 真的 在霓虫里面 我 还认识 在死众里面 我 不 不 7.如果我们去祈求回向我们所不喜欢的人 希望他也能够成佛 希望他也能够从烦恼障所知障的束缚中解脱 这样子的回向 对我们自己也很有帮助 8.如果我们只想着 希望我的亲友们都能够获得快乐 都能够得到好处 这样有所值的想法 利益很有限 9.如果我们只想着 我们应该把我们的敌人一起观想进来 这很重要 如果你的敌人被关进监狱里面 你应该想 希望他能够从监狱里出来 这样的祈求回向很重要 4.佛陀的身形之所以如此庄严 是由于过去 他在有学到 修习安忍度的缘故 5.就因果而言 1.我们之所以感得受用圆满 是来自于故事度 2.之所以能获得善的所依 来自于持戒 3.之所以能感得身形庄严 来自于安忍 6.如果看到别人长得很庄严 都是由于过去世 忍辱 修得很好 所以 如果想要来世 长得很帅 长得庄严的话 现在就要修安忍 7.如果自己很容易生气 就要想办法让自己不易生气 方法就是思维称会的过患 1.称会有什么过患呢 有这一辈子 就可以现前看到的过患 以及 虽然没有办法现前看到 可是依旧存在的那些过患 2.在此身 我们就可以现见的春会 过患有哪些 如 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 爱生气的人 身边不会有很多亲友 很好的朋友 就算有朋友 也常常和朋友和不来 3.现前所没有见到的春会过患 有哪些 比如 来生可能会由于我们这一辈子 春心的缘故 而落入三恶道 或即便我们来生 并没有投到三恶道 而身为人 我们也会长得不好看 8.关于忍辱庄严的典故 佛经上如此记载 1.我们现在是处于有佛法的时候 可是佛法会日渐衰退 到最后 这个之间会充满着各种疾病 有很多的战争 会使得人的寿命越来越短 而我们 人的身心 也会越来越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二 就是在如此 人跟人彼此争斗 看下的时代 弥勒菩萨会以非常庄严的化身 来到这个世界 由于弥勒菩萨 以非常庄严的身形 来到这个世界 那时会有很多人 都喜欢弥勒菩萨 感觉他非常庄严 就问他 您为什么能够长得如此庄严呢 三 弥勒菩萨 弥勒菩萨就会开始 我的庄严是来自于忍辱 所以你们彼此之间 不要再互相杀害 再互相争气 弥勒菩萨 弥勒菩萨做这样的开始之后 那时代的人 就相信弥勒菩萨所说的话 彼此间就停止互相伤害 和无相处 由于此心不杀之故 人的寿命就会越来越长 这是关于弥勒菩萨的一个典故 有情在弥勒菩萨化身的教化之下 寿命就越来越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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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到人寿八万岁之时 弥勒菩萨菩萨会降神来到这个时间 6.弥勒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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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菩� 即便我们没有在释迦佛注释时得到什么正量 可是到了弥勒尊佛来到这个世界之时 我们肯定会得到解脱的果位 七 弥勒菩萨的这个例子是在说秀安忍的功德 所以秀安忍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们平常与人相处时 不要彼此争斗或伤害 从修习利他的观点切入 敌人是你真正的导师 因为只有他能让你修安忍 没有修习安忍就会被愤怒左右 而不能培养真正的爱和慈悲 因此 面对敌人我们反而应该内心充满感激 九 佛身的分类有好几种不同的分法 若从二身的角度去讲 就是法身以及色身 一 佛的法身 指的是佛心相续当中的一切种智 或者说智慧法身 二 至于色身 则有两个 一个是化身 一个是宝身 我们 对佛陀外相的理解 就是佛有三十二相 即八十随形好 这八个字来解释佛身的功德 此中包含三十二相 八十随形好 一 佛身的庄严主要是由修行忍辱得到的 实际上 佛的三十二相 八十随形好的庄严 也是由许许多多的因累积而成的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二 在修皈依之时 若时间充裕 也可一一针对佛陀的三十二相去思维 三 佛陀的威仪 佛陀在往来行走的时候 他的威仪是安详、稳重、非常庄严的 不会有匆忙或迟钝的样子 佛陀的坐相也非常地如理 看起来非常地庄严 佛陀在来往行走的时候 身形也让别人觉得非常地悦意 四 虽然佛陀的威仪是如此庄严 可是有时候 为了要调补或射手某些众生 佛陀也会故意有不同的走路姿态 佛陀的化身 会配合所要教化者的需要 个性能等而有不同的变化 佛陀会随顺众神根基 而视现该有的形象 连圣者菩萨都已经不会再有生老病死等病苦了 更何况是佛陀呢 但有时 佛陀为了要教化弟子的缘故 他会释现出生病的样子 所以 佛陀有医生 比如 启婆 就是佛陀的医生 六 佛陀时常教会弟子 行仪必须端严 素疹 内谨其心 外疏其身 无论动静举止 皆如法如利 如佛所教 威仪也能射中 如 射立佛尊者 初见 马圣比丘 威仪影序 因而 深圣 恭敬 欢喜 归信 我法 哇哦 狗狗好可爱哦 但是 没有主人的狗狗 希望有人爱 你可以选择 狗狗的品种 但是 不用选择的是 它们的中心 它们缺的是一个机会 在外面流浪的狗狗们 也渴望您的关怀 需要您的帮助 台湾救狗协会 邀您一起 扶持 救护 养护 流浪狗 华华博 正好 5001 6766 5001 6766 富明 台湾救狗协会 大家好 我是台中便宜 富豫典有林小雯 村子减密担案中路 提升三BC方案的民众 一定要配合 方案措施 在家里 建议既然 禁止出门 建议的人 可以用通信软帖 与港大的人交流 如果要提供 新外协助 一定要掛嘴 免得直接接触 建议的人 房间来本厕 要百好百岩 确定没有污染 进行 才放到房间门口 港大的人 到处理本厕 的时候 要掛手 用酒精消毒 最后 提升四方案 港大亲人 加共资助健康管理既然 出门 转定掛嘴 记录 每天的行程 禁止 台中文书 禁止到人坐的顶索 如果出现科技的镜头 请稍稍微信教 或是他救你 你联络 照支持旧一 把今生的身心灵 把今生的身心灵献给三宝 听门的身心灵献给三宝 对三宝 及总级三宝于一生的上师 所生起的全然信心 将使心 将使心 如同清澈 平静的湖水 可以清晰地映照 加持之悦 有了这种信心的力量 我们的心 将安住于三宝 所不予的宁静 沉着之中 如此一来 无论情况是好是坏 对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 护持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树枉无量光佛叉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波罗蜜 优优独生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在观世音菩萨身边有一对同男同女 男的叫善才 女的叫龙女 龙女原本是东海龙王的小女 生得眉清目秀 聪明伶俐 深得龙王的宠爱 有一天 龙女听说人间有举办灯会 非常热闹 于是她便想去人间游玩观看 不行 这绝对不行 人间地空人大 你若遇到危险要怎么办呢 父王 你又被小孩子了 我知道该如何保护自己 你就让我去吧 不行 你说什么也不行 绝对不会让你到人间的 父王 女儿就这么一点小小的心愿 你都不满足吗 口也没有用 绝不允许你去人间 人间岂是你龙公主去的地方 好 你让我去 我偏要去 今晚我就偷偷跑出去 到了晚上 龙女便悄悄溜出水晶宫 变成一个石头浩瀚的瑜伽少女 踏着朦胧月色 来到热闹举办灯会的地方 就在龙女聚精会神地 看着这盏海螺灯时 不料从路边楼上 拖下来半杯茶水 正拖在了龙女的头上 变成少女龙女 是碰到的半杯茶水 一碰到水 便会陷出龙行 它要是在大街上陷出龙行 那还能 接过接过 先让一下 便是龙女不不一切地 挤出人群 拼命朝海边跑 快上飘到海里了 一定要坚持住 忘了 这时天 海滩上一前一后 走来了两个捕鱼小子